LVD无极灯成为烟草行业照明节能的典范 随着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日益严重 北极冰层急剧融化 地震 海啸 沙尘暴等在海频频发生 2011年日本大地震引起的核泄漏事故 直接导致核能利用受到严重冲击 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能源紧张局面 在节能减排形势更为严峻的背景下 我国各行各业均加大了节能减排工作力度 尤其是烟草行业等经济支柱产业 更是积极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 切实履行节能减排责任 为我国实现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 下降40%至45%的节能指标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十二五期间 烟草行业如加快厂房照明系统节能改造 将有效推动节能减排工作更上一层楼 上海洪源 作为节能照明行业的领先企业 成功的照明节能改造工程遍布各行各业 展示了LED无极灯在节约电力资源 助力节能减排上的突出成果 在烟草行业 上海洪源 一位中国烟草总公司 云南区境卷烟厂 上海卷烟厂等多家企业 成功进行了照明节能改造 展示了LED无极灯在节约电力资源 助力节能减排上的突出成果 洪源希望与更多的烟草行业企业携手 努力使烟草行业成为节能减排的楷模 在落实节能减排责任方面 为其他行业树立典范 上海洪源照明电气有限公司 成立二十多年来 一直专注于节能照明产品的创新 公司自主研发的LVD无极灯高效节能绿色环保 在业内唯一荣获中国国际工博会金奖 国家重点新产品 国家节能减排科技创新一等奖 中国节能协会推荐节能产品等多项荣誉 是全球瞩目的趋势性节能照明产品 LVD无极灯获得一百多项国内外专利 拥有3C、CE、UL、CUL、GS、CB、ROHS、EMC等认证证书 已成功应用于国内外数万个重大照明工程 其中上海南浦大桥的节能改造工程 是国内首座交通枢纽大桥路灯 全部采用LVD无极灯作为照明光源 吸引了中央电视台前来报道 我们划上海黄浦江的南浦大桥 像这样一座大桥啊 每年寄计是它的路灯照明用电呢 就大概需要50万元 从去年开始 这里的路灯全部划成了我手中这种电磁感应灯 一年下来啊 这可给它节约了将近一半的费用 2004年 红源参加了法国图鲁兹举办的 第十届国际电光源大会 在全球首次发表了无极灯重要论文 引发国际照明界轰动 Discovery全程来到红源 独家拍摄了LVD无极灯宣传片 面向全世界播出 随着无极灯全球知名度的不断提升 红源市场网络至今已覆盖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无极灯突出的照明节能效果 受到用户高度认可和一致好评 北京电视台曾报道LVD无极灯 在首都道路照明中的应用 北京路灯管理中心对LVD无极节能照明效果大加赞赏 光这种灯以外以后呢 就是说在不影响居民出行和安全感的情况下 那原来的云源灯节约电能5% 也就是说一年一盏灯节约160多个 2009年由上海红源和复旦大学联媚撰写的 国内首部系统介绍LVD无极灯知识及应用的文献 LVD无极灯面向全国出版发行 系统记载了红源自主研发LVD无极灯的过程 凸显了红源发明LVD无极灯 对节约能源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以中国烟草总公司某分公司节能改造项目为例 改造前使用的是400瓦金炉灯及配套灯具 改造后采用的是200瓦LVD无极灯 金炉灯属于点光源 光照射在物体或地面上均匀度较低 显色性较差 而LVD无极灯则属于面光源 光照均匀 还原信号 在同等照度下 LVD无极灯比金炉灯节电达50%以上 按每用一度电排放二氧化碳0.96千克计算 LVD无极灯单灯每年就可节省1182度电 折合节约碳排放量1135千克 按照无极灯使用寿命长 设计使用时间可达10万小时 折合约10年为计算 单灯10年可节约11820度电 节约碳排放量11.35吨 且工程面积越大 对节能减排的贡献越大 相比之下 金炉灯光衰严重 使用两年左右即无法满足照明需求 且维护费用过高 在改造前后工作环境对比中 改造前客户反映金炉灯光照炫光严重 光线刺眼容易造成工人的视觉疲劳及眩晕现象 改造后无极灯光线柔和 无眩光无频闪 为工人营造了柔和明亮舒适的工作环境 且色彩还原性好 提升了工人的工作效率 改造前金炉灯灯具对高湿度比较敏感 容易造成灯不亮的现象 改造后采用的0361-1无极灯 乘套灯具达到国家IP54等级标准 符合使用环境防水、防尘、防腐蚀等要求 在湿度高的照明现场也可保证正常使用 整灯工作温度低于100度 远低于烟液250度的燃点 可满足照明现场防电燃的要求 综上LVD无极灯成套产品 以高效节能、寿命长、显色好、无频闪、光效高、光衰低等各项优越的性能 不仅创造了符合视觉作业要求的照明条件 提高了工人工作效率 而且显现了突出的节能减排效果 成为用户反馈最好的、最适合烟草行业使用的节能照明产品 目前五国现有卷烟厂为171家 建筑面积共计1365万平方米 根据烟草行业照明设计标准 以平均照度500乐克斯为计算 总计需采用LVD无极灯91万盏 每年可节省10.7亿度电 节约碳排放约为103万吨 10年可节省107亿度电 节约碳排放1030万吨 2011年7月 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 中国已与国际接轨 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 逐步完善碳排放交易市场 今后通过采用LVD无极灯节约下来的碳排放量 可通过市场进行交易 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效应 为使LVD无极灯更快更广地推向市场 更好地为客户提供节能服务 洪源与央企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共同出资 合作成立了中节能城市照明管理有限公司 以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实施节能改造 用户与设备提供方共同分享节能效应 用省下来的电费购买节能改造设备 实现了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节能环保效益 完美结合的双赢模式 共创节能环保效益双赢的未来 为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深入开展 为节约地球能源做出更大贡献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